诚诚是吧 你为什么来面试这份工作 我来面试这份工作呢 因为我相信 我能为公司做出贡献 我看你所学的专业 与我们公司要求并不相符 你认为你能受任这份工作吗 我有积极的进取心 和良好的学习能力 我相信 我能很快掌握公司 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看你的简历上面说 英文还不错 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所以听说读写都没什么问题 好 现在告诉我们 如果你是船船管理员 怎么办呢 我会努力让新的领域设计 遇到他们的领域 让他们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家庭 除了最后 我应该成为一部分的家庭 选择进入民航工作 就是要对这份工作充满热情 我相信鹏城航空 亦不会让你失望 这么说 我通过了 欢迎你 我会努力的 你看一下这个 把这个再处理一下 老师您好 我是新来报到的澄澄 上班第一天就迟到 是想让我后悔把你要过来吗 老师您放心 绝对没有下一次 飞管部是讲纪律的部门 希望你说到做到 知道飞管部是干吗的吗 不知道 飞管部呢 是飞行学员进入公司以后 经历的第一个部门 如果说他们在航校 学习了相关的飞行知识 那么飞管部呢 就是让他们从学员 顺利地转化为雇员 我还是不明白 那个 飞行学员和飞行员 有什么区别啊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啊 从现在开始呢 你赶紧学习一下航空相关的知识 但是你记住了 我们不是飞行学员的保姆 我们要做的工作呢 是在他们还是幼苗的时候 负责去修剪他们 让他们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资料 赶紧吃透它 这也太厚了吧 这得学到什么时候去啊 这还厚 飞行学员的资料 比你这厚十倍呢 那他们肯定赚的 也比我多十倍 他们每个月只有 两千块钱的基本工资 两千 为了两千块钱死机硬呗 行了 别那么多问题了 正好马上要开新雇员会议了 你把这个会议流程 给楚飞机长送过去吧 他在那边那个办公室 楚飞机长是谁啊 楚飞机长是我们彭城的明星机长 所有飞行员的目标和榜样 快去吧 哦 好 肯定是个老头了 喂 您好 是吴老师吗 我是林硕 想跟你说一下这一届 改装班的学员个人资料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现在给你送过去 那咱们就这么决定了啊 好 好 好 这会儿呢 我们发邮件给你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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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来我把已经控制我了 N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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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飞 什么 什么 楚飞生机长了 哎呦 爸 爸 爸 太好了 你看 飞行技术 录取了 楚飞当机长了 我跟你说啊 这小子啊 当初我就觉得他是个好苗子 我果然没看错人 行 我一会儿赶过去 好 咱们为他好好地庆贺庆贺 爸 听说 晚上自己找饭吃 我去参加楚飞的庆功宴 庆 什么功 从最年轻的机长 到最年轻的中队场 我也要庆功 你看 这是我顺利烤上美国航项的 等一下 顺利没有庆功的意义 只有优秀才能庆功 懂吗 你得好好向人家学习 走了 我一定会超过你的 你找谁 我找楚飞 找他有事吗 我还是当面跟他说吧 你不会就是 我就是 不像吗 不是 你太年轻了 我还以为是 你还以为是个老头是吗 没关系 很多人见我第一反应都是这样 我都习惯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是飞管部新来的学员程程 给您送会议流程资料 看来怎么样都逃不过你们飞管部 竟然找人来赌我 赌 实不像问 之前我就找我的机队助理 来帮我处理过这件事 每年都找我演讲 我都快丑死了 搞得我跟模特似的 往台上这么一站 让所有的孩子羡慕一圈 难道我真的是 是鹏城的喉化石吗 其实我很年轻 你考老吗 就是 把我推到一帮小鲜肉面前 非比我承认我老 我不开心 我觉得领导们让你发言 是因为你是明星机长 是为了让新人们都向你看齐 这怎么是老呢 是优秀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动力啊 终于有飞管部的人 不光我叫老前辈了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来人 成城 成城 成风破浪 远大前程 好名字 让他们等我吧 你答应了 那你到时候一定要穿这绳曲 为什么 因为特别帅 这个乌老师 说找新学员来帮忙 帮哪儿去了 肯定又忙着给领导搜索 你来帮忙的吧 赶紧的 我都快干完了我 你怎么在这里啊 林老师呀 你不是说 我不配进航空公司吗 看清楚 飞管部管理专员成城 买来的吧 你才买来的 厉害啊 不管是我家 还是我的公司 还真没你进不去的地方 你以为我想去你家 你以为我想待在这个破地方 要不是为了拿到钱 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 你妈当初会使用信托基金 就充分地说明 你是一个不值得被相信的人 你出来就是危害社会 又危害他人的 说得好 我不跟你动嘴 我要是拿不到钱 我是不会走的 别耐心喽 你是这届的新飞行员啊 那巧了 正好我管你 你最好别惹我 免得我不开心 就去领导那儿告个状什么的 你看你一个月就两千块钱工资 不想被扣光吧 这里是航空公司 你以为这是小学吗 我们飞行员是靠成绩说话的 我怕你在背后搞我吗 赶紧干活吧 废团那么多 你还傻站在那儿干吗 快干活啊 木头啊 伯娘 这个为了 增顿 真是小巧可能 几多次 睡觉 那太 Networked 可以 做呢 大部分 proper 三国人 是不是靠你关心啊 你考航校进公司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吗 是没有 要是你去说的话 也只是教他们 对我狠一点而已 你别说 我还真能干出这种事来 好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今天就成城 那个能力 怎么可能考上我们公司 你可别小小那姑娘啊 那小姑娘英语特别好 这对航空公司来说 是个非常大的优势 毕竟你们跟国外对接的业务 有很多 我求你别再往那脸上贴心了 好吧 踏进我们鹏城的动机 肯定不纯啊 要是未来有什么麻烦的话 那可是我们要承担的 行了 别跟她瞎说了 城城口味很淡哪 我得稍放点盐 一个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每一位员工辛勤的劳动 今天 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我们公司 热烈地欢迎 本届新雇员的加盟 我们鹏城航空公司 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航空企业 我们的使命是 立志成为世上最受推崇 最有价值的航空企业 使之推动我们民族航空企业 成为世界之首选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在我们鹏城航空公司 开启你们 辉煌壮丽的人生篇章 大家好 我知道你们现在 都是飞馆部的飞行学员 其实啊 你们早就想早早地离开飞馆 到达飞行部 成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们完不成 飞行培训和考核 我们飞馆部一个不放 一扣就是三年五载 那多有可能 但是呢 只要你们用心培训 考核成绩优秀 我们飞馆部一个不留 话不多说了 还是先由来自飞行部的 多项记录的缔造者 机长 楚飞 给大家来一点鼓励吧 这些掌声也送给你们自己 谢谢 按照惯例呢 我应该站在这里 跟大家长篇大论 讲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 但是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风格 因为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点别的 我身上这制服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学员 这都是你们的梦想 是吗 但如果受到廷飞处罚 而脱掉这身制服 我没有吓唬你们 因为前两天 真的有一位机长 因为错误的驾驶航班PC45 而脱掉了这身制服 PC45 怎么那么耳熟呢 今天是新雇员的迎新会议 但我想通过这种西别机长的方式 来告诉你们这些刚刚从航校毕业的精英们 飞行员的责任与行业的特殊性 在你们停飞之前 你们永远不算毕业 我知道 你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可能不太喜欢我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相信你们将来 一定会比我更加出色 这是我送给你们入职以后的第一份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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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匪机长 机长 处匪机长 我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鹏城四五五的机长被停飞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有风切变复飞的情况 但是没有任何事故 也安全地降落了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 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可是让旅客受到惊吓了 机长 是为了这个原因吧 你们怎么知道这些情况 难道你们在那架飞机上 对 对啊 好 那架飞机 下降的时候遇到了风切变 机长当即下达指令复飞 并让副驾驶收起起落架 可实际上那架飞机 当时的能量已经不多了 在那种情况下 风切变是不允许改变起落架形态 明白了吗 还以为有什么大新闻呢 可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什么是安全飞行 对于乘客来说 飞机平安起飞降落就是安全飞行 但对于飞行员来讲 平安飞行 是过程中的每一步 每一个细节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民航的每一个规则 最终都是为了保住人的性命 还有问题吗 免费教学结束 你们聊 谢谢机长 谢谢机长 真是优秀 看什么看 赶紧干活去 是 请问你是在指挥我吗 你还要我再强调一遍吗 管理专员 管的就是你 是管理你 不是管理你 不就确认一下自己的工作内容 我管的就是你 这是林叔叔的老婆吗 跟我妈还挺像 看一看啊 谁对你烦的 你这人 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要这里调一张钞票 你肯定能听得见对不对 你一天不挤对我 你难受是吧 不过没事 我呢 一天不拿到钱 我就一天不走人 看谁先受不了 你不觉得你自己特别可怜吗 对啊 所以呢 赶紧把钱给我 好不好 我不是在说这个 我是在说你母亲去世不久 你却一点悲伤一滴眼泪都没有 你整天就只想着钱钱钱钱钱 你不觉得自己很没有良心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流不流眼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我妈妈留给我的钱 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怎么了 你也惦记我妈妈的钱啊 谁惦记她的钱啊 像你这种从小在国外长大 花家里的钱 不用顾虑任何后果的人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 怎么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呢 跟我在国外经历什么 你都看到了是吗 就凭我现在看你本人这个样子 真的不难去猜 像你这样的人啊 永远不懂什么叫爱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你现在这个状态 不就是只是一个 靠家庭的废物而已 你还会干吗 靠家庭的废物 结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